好人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人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今天我们再来玩一下 Clash Royale 皇室战争 那今天呢我们来玩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跟新后的派对在哪里 那他其实就在我们右上角 三条线party这边 那现在目前呢有三个玩法 镜像对战 1v1对战训练 以及2v2 遥想当初冷月最喜欢用那种超烂的队伍 去祸害2v2啊 那今天呢 我们一样来玩一下这个2v2吧 体验一下久违的祸害人间 那没有什么队伍好呢什么队伍好呢 其实看到侠哥他们很喜欢玩那种随机卡组 就让自己随机跳我自己也想这么干了 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 随机卡组下去好像 很嗨嘞真的很嗨 就这个随机卡组 认真来说啊随机出来总觉得 有时候出来都有点不太会玩这样子 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呢 就来随机一下三组卡组 再从三组卡组当中呢 挑一组出来祸害2v2 好那这个都不算 这我刚才只在试一下随机卡组的功能而已 我们现在正式来 第一组 小皮骑士猪猪 弓箭手骨盾骑士 这个其实蛮有道理的 再来第二种 女巫珠沐原 认真来说好像也蛮合理的 再来第三种 哇超级大费的 大皮巨人 黑王 电斗斗 飞行器飞斧旋风火箭 看完这三组呢 我们思考了一下 其实玩最后一组 我的等级算是偏 高一点的啦 但电斗斗完全没练 这一组会相对平均一点 那我们就来个 大皮旋风巨人吧 来复制卡组 然后再回来 贴到第十这一组好了 贴上 大皮旋风巨人 大皮旋风屠夫巨人 好 我们就来用这一组 试一下我们的 party time 2v2对战 那不能不说 这个2v2 有时候 哎呦 这也是可以啊 看来牌组等级降低果然有差 直接来个大皮卡砍他就好了 还跟你讲那么多 牧原啊 我的飞行器 他没砸到飞行器 他没砸到飞行器 哎呀呀 真的是 说到他没砸到飞行器 但我的大皮要快被融化掉了 OK很赞很赞很赞 我就可以撑底打另外一路了 做人不要弹 沉底慢慢打 其实刚才他 牧原我可以用旋风拉一下开主堡 咱们来个屠夫吧 我有好痛啊 我知道我其他牌的输出都很低 所以我决定 看到这次我就只用那个 14等的大皮卡来对一下吧 要求我 先来个黑王 差点把大皮丢出去就很尬了 这次在丢个大皮多好 你看看我们的黑王直接把那清光了 然后我们之后 哎呀 大皮卡没了 我的巨人手滑丢出去了 走时候来个旋风屠夫 靠腰 开玩笑 你在跟我开玩笑 没关系 这次应该是稳赢的 这应该不会输吧 再输就很尴尬了 大皮卡往前打一波 你怎么让大皮卡后面跟了一个 巧夫不巧夫 不巧夫啦 屠夫会不会好一点 对面可能是要走复制流的那一种 人海复制流那一种 好久违的回锅第一拖 还算OK 还算OK 没有雷到队友 那我们 再来玩一局好了 再来玩一局 来一样 我们洗三组出来 挑一组 第一组 骑士专地机鼓龙 鼓龙鼓球 我的专地机等级也太低了吧 那很难玩 下一组 鱼大师破炮 蓝胖子 这一套也很尬 等级都很低 第三组 来 这三套认真来说啦 我突然觉得第一套好像好一点 我们升一下吧 升一下升一下 不要说对他没有尊重 把他升到七等了 用这一套来跟人家打吧 OK Let's party 我们的超低等级的专地机 出来在秀场上秀一波操作 哦 对面等级也低 对面等级也低 OKOKOK 我没有换到牌组啊 用同一组出来了 哭啊 没关系啊 同一组也可以 不 他在搞飞机 喂喂喂喂他在搞搞搞搞毛线 没关系啊 这一波送他 看我14等大皮直接把他砍出去 我没有带小伞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有关系啊 没关系没关系没 大皮走不进去 尴尬 不是耶刚才我就没有路面单位可以挡 就直接路被射穿了 那是小谷 大家看到底下是小谷 小谷又出事了 我好久没看到这种八等的气球了 OK啊这一波打下也很嗨啊 也让我知道他有地狱塔 我的那个大皮不能乱下 认真来说这样的话啊靠腰 我把费用打干了 我们的小谷始终出不去呢 地狱龙 久等地狱龙 我们就用电痘痘稍微处理他一下吧 我是不是放太慢了 你拿大皮卡去硬扛这个你是疯掉了是不是 剑鱼快点剑鱼快点 我有这剑鱼少一堆啊 超完美预判 看来这一波双路进攻爽到了爽到了 再来一只大皮卡 哎呀可惜可惜 时间到的话应该这波的推下来了 好 那刚才意外没玩到 我们还是把它玩完再结束好了 让我们低等的专地机有表现的机会 这一组 复制 再回来 然后 贴上在这里 好 用这一组低等级的 非常低等级的 那个叫什么东东 骑士专地机 来玩玩看吧 这边12等尴尬 要马匹配到的太强 要马就是我自己太强 我现在这样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尴尬 我是鱼 我是完全是盖房子用的 你知道吗 超级盖房子 他有五聲耶 好帥喔 一口氣滾兩個第二個沒滾掉 啊我這個好難組織一波進攻哦尷尬 你的小鼓後來保一下吧 隊友不會跳了吧 隊友你太狠了跳game 雖然說要是我看到我應該也有機會跳game 低等級的那個低端低端場的護絲 但隊友你不要這麼沒信心好不好 我們又不是守不住 我們剛才明明就守得很好啊對吧 啊不能放棄不能放棄 但是憑著我的卡滾木滾空了 這完全守不住啊一路崩盤啊 這隊友心裡數值太差了 這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守起啊 認真來說 我是覺得這一局應該是不會到慘輸啊 應該打個五五波 那如果某些人是想要快速收集皇冠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了 但是這一局真的真的真的不會輸啊隊友 我們來看一下他他到底什麼牌好了 隊友在什麼牌射手炸彈礦應該是這樣子吧 旋風對射手炸彈礦 所以他玩的不是超級炸彈礦那一套 玩的反而是射手炸彈礦 我不確定他是掉線還是跳 game 反正我覺得 確實啊有時有些人是想要速殺皇冠的 就覺得這樣很浪費時間就不打了 那我自己是都會打完了認真來說 畢竟都開了不打啊 好像也不太對啊 好那今天呢這個Party Time 跟大家稍微的閒聊一下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樂樂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